我首先替那个一个师兄做一个分享 就是前两期节目问答中 师父曾经给一个同修节目 说他的业障已宵尽 以下是他学佛过程中看白话佛法宵夜的书上分享 感恩师父 师父一直在强调要看白话佛法 刚开始读一篇白话佛法 十分钟就读完 到现在要画上一个小时 做笔记 反复看 非常有收获 白话佛法其实就是师父用白话讲述成佛的 成佛的方法 有两个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第一看白话佛法的时候 只要有做得不到的地方 他就做笔记 让自己的加强记忆力去改正 同时将白话佛法中的句子分享到朋友圈 第二看白话佛法时候 这位师兄非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读到这么好的开示 他如饥似渴的看书 智慧能量带给的快乐充满 同修的全身 同修希望自己能够记住白话佛法的内容 以在度人的时候用白话佛法回答问题 2017年10月份 菩萨提醒同修业障比例是19% 今年雅加达法会 菩萨提醒同修业障已消尽 六个月时间业障消除了将近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白话佛法是让我们脱离人间思维 用菩萨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当你用菩萨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时候 业障自然也就空了 同修跟师父学佛六年了 从未找过师父看图腾 只是按照师父教我们的方法 没有懈怠的学佛 六个月的时间业障消除了近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请师兄们平时除了念经以外 每天一定要注重白话佛法的学习 咱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将这么好的佛法带给我们 感恩师父 我已经跟你说了 菩萨都着急 你们现在知道我开始 没有叫你们拼命的学白话佛法 现在要拼命的学 为什么你知道吗 菩萨注入了大大的能量 所以白话佛法 你们只要好好学的话 可以消业障啊 你想想看 你如果不放生的话 你或者你平时很难出去有时间 你在家里看看白话佛法 你能消业障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神师父 白话佛法真的是 我们在楼下共修 就是很有感悟 就是以前自己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看一遍 就不会用到实际当中 但是跟那个师兄们一起分享 心得体会的时候 就发现 通过一些老的师兄 长辈 他们的一些社会实践的经历 我自己能学到身上 就是能应用到实践当中 就是我发现 就是跟大家一起 集资广义的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很有体会 也感恩师兄们的帮助 感恩师父 嗯 嗯 嗯